没错 那么现在登顶世界舞台呢 这上小苍说的是每一个竞技玩家的梦想 而作为WCG2011世界总决赛正式比赛项目之一的英雄联盟 也在今年的9月到11月举办了首届城市英雄争霸赛 那么这比赛小苍应该说是经历了很多 应该经历了很多的赛区吧 对 经历了很多省市的比赛 最终是历史两个多月 才来到了我们最终TGA的舞台上 没错 那么今天的现场呢 我们将会进入的是冠军的一个争夺战 而LL的为冠军提供的是20万元 亚军10万元 季军5万元的一个奖金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 双方的最后的冠军争夺战的两支队伍上场 对不对 亲爱的朋友 有请WE战队 有请WE战队 来又请WE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 WE战队是世界联盟非常出色的一支职业战队 但是在今年所有的比赛当中 包括今年中的这个王小军霸赛 还有WCG比赛当中都只是区区第二 这一次是他们证明自己获得这个年度冠军的最大的机会了 对我想问一下五位现在准备好了吗 呃我们都准备好了 来一个霸气点的赛前的这个 轻言 对对对 在hold住全场啊 我说三二一大家一起喊 三二一 我们是冠军 哇哦 好霸气啊 气场很强啊 接下来有请小苍帮我们请出另外的一支队伍吧 我们请出下一名的冠军争夺者 E-Home战队 有请 有请E-Home战队 那E-Home战队呢 虽然说今年他们一直是没有很好的机会来争夺万亚军决赛 但是他们在今天的这个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 今年一直是获得万亚军的队伍I-G 这一次是他们证明自己是王者之士最好的机会 这个E-Home战队现在感觉到达7DC的现场以后 刚才听过他们hold住全场的宣言之后 你们现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我们来有请这个E-Home的队长来发言 对 我觉得我们的气势应该比他们更足吧 啊就这样 对 相当的淡定啊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把舞台留给小苍了 那小苍加油 也是我们的选手加油 好的那我们请选手就坐来准备比赛 请出我的另外一名搭档小胖 我们请选手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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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上进行的就是我们城市英雄争霸赛最终的总决赛 WE对阵以后,小胖刚才也是看了精彩的季军 IG算是冰不血刃,拿下了虽然有点可惜吧,我觉得作为历届以来一直的王者 但是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最后也能打的还是相当的精彩 没错,IG是季军,而且我们要值得说的是IG在今年的王者冲发赛 还有WCG的中国选拔赛上都是获得了冠军 确实 而这一次我们以后我们是战胜了IG,所以这一场战斗是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我们在去年PGA的总决赛上是拿了冠军,但是在今年其他的成绩一直是没有的 应该说IG是中国第一个中国LL冠军的队伍,算是有了一个优秀的历史传统的队伍 WE应该说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性大赛冠军的队伍 应该说这双方基本上是一个针尖队满满的状态 那我们在选手准备的时候介绍一下他们这一次的阵容情况 EHOME这边他们单调的人是赛恩、死哥和乌龟 小胖,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很少见到乌龟打野 对,但是这次的赛事貌似EHOME的W的选手夜镜天明 也是我们泥绳刀割的这位 他是乌龟用得非常的充塞 没错 应该是EHOME有所忌惮 所以是直接将乌龟这个英雄组绊掉了 对,赛恩也是之前在比赛当中 EHOME使用的赛恩非常激色 这一届比赛好像赛恩非常的火 我想说在国服用赛恩用的非常少 但是在美国和欧服赛恩是用的非常多 在排位下当中经常都是被绊的 所以赛恩在之后的版本当中也是有所削弱的 大家再不用就浪费了 而WE战队他们绊掉的是阿卡利与景和EJ 这样的话阿卡利的班主要是 可能是畏惧对手队长PDD 一个非常强势的上单能力 没错 而采取了一个对策 那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择的阵容 以后我们这边他们选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法师 那你猜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他是高的还是 他是游戏当中又矮又可爱的一个法师 那就是约德尔人了是吗 嗯是的 那就是维加了 他就是有这个邪恶小法师之称的这个小法同学 应该说是算是游戏里面相当高 一个人气高人气的英雄 但是可能是由于某些方面的局限 导致在比赛中大部分时间都无法征场 但是这次以后我们貌似是寄出了大招 我觉得绝对是大招啊 我刚刚拿到这个雪人名单的时候 我都不敢相信 什么什么 既然有维加维加真的是出场了 这个让我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拥有高强爆发力的法师 点爆发非常的优秀 除了维加还有惊喜 哦 就是一个在佛服 基本上你在排位啊匹配上 尖不到的一个英雄 看不到的英雄 那是老英雄还是新英雄呢 他是一个新英雄 而且是刚刚更新的几个版本当中的 这样的话我想了想 如果作为一个优秀的一个新英雄 但是大部分都很优秀 那是不是蝎子 对没错 水晶仙风对吧 小炮太厉害了 那我们这个ehome 他是有蝎子 有维加 然后他们的这个 鼠珠是Sona小炮 打眼是比较正常的梦魇 而WE战队这边 他们的阵容 还是比较的常规吧 他们的这个C是枪匪 枪匪 就是最新的这个C 对 然后有一个 这个是卡牌 这个是若蜂的招牌英雄 索拉卡 蓝柏 还有这个UD 也就是野兽之力 这一场来说 应该是非常有看点 因为算是 以后我们又祭出了 两个不同寻常的英雄 而且 其实需要说的一点 是他们在半决赛 战胜IG的比赛中 他们就是用 祭出了水晶仙风这个英雄 对 上路玩爆了对面 外的好像是绝木人 好像 没错 PDD他使用这个水晶仙风 非常出色 居然是压制了 不是绝木人 是这个 轮子妈 对 所以说水晶仙风这个英雄 可能大家也会比较的忽视吧 但是在最新的版本当中 他是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所以大家看了这个比赛之后 不方也尝试一下很多冷的英雄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出色的 尤其是在 估计未来的几个版本中 天赋也会有所调整 相信很多 之前无法登场的英雄届届时 会更加的 频繁的出现在 比赛的舞台上 我们的选手 还是在紧张的尝试当中 小胖 你觉得哪一边 这个您的概率会比较高 我觉得 阵容上来说 其实 感觉不出太大的差距 主要还是看发挥吧 这边如果能够 比较好的遏制E-Home的 打野英雄 就是弄野 还有他们的上单的 这个PGD的英雄 应该是 我觉得WE 就会胜算比较大 但是如果一旦让PGD 这一点肆无忌惮地 发挥起来 那就是会 会变成一场非常坚固的比赛 没错 还是要看双方选手 我早就听说 这个E-Home有大招 没想到还真的是大招 大家都有大招 互相的用 而且算是E-Home的这个PGD 真的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选手 不过WE的这边五个小伙子 也是不遑多让的 每一个人都是 就是年纪刚刚满20 就有这么好的成就 确实能能可贵也是 WE给我的感觉 他们就像一股神子 一股非常凝聚力非常强的神组 非常强的神组 他们整体的这个配合啊 就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而E-Home战队 其实他们刚刚才坏了人 所以说他们的磨合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的强悍 他们刚刚在这个比赛之前呢 是加入了一名 曾经是欧服套舞舞的选手 非常厉害 对 E-Home KLS 他以前的ID是这个 那么他加入以后 我们看的ID是 嗯 起了英霸的前三个季度 那么他在队伍中 可能是打C的位置 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对 那双方的调试还在进行中 我们相信马上两个队伍 就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我们再上试等待一下吧 终于是开始了 这边 由于我们这个比赛的欧兵 OB是有延迟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说没有关系 哦 因为选手是 他们听到的是一分钟以前的东西 就是不会再顾虑爆点的问题了 是吗 没错 这是一个OB的画面 你刚才看到的可能是选手的第一视角 这个就是OB的画面 其实选手呢已经开打了 谢谢 但是我们的这个OB是 刚刚开始 这个大家看到的就是英雄联盟 现在最新的OB系统 不久呢也会将 在正式的府里面跟广大玩家见面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系统做的 几乎是能够囊括你所有想看的信息 走走走 好 这边就是刚才是WE的五个人 这边是WE的五个人 对 而且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我们发现小炮这个英雄也是 逐渐的加入到C的队伍当中 没错 基本上每一盘都有小炮的出现 一旦让他前期放的比较顺利 然后他本身 后期作为一个非常强的物理输出 一个是有 游戏里面可能说是到后期最远的射程 没错 再加上一个Q的这个提供的90%的额外攻速的Bug 那个应该是小炮的 对小炮这个英雄而且他前期也非常强 他前期他的W还有大招R能提供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没错 其实他是一个前期和后期特别强的英雄 可能中期会稍微乏力一些 但是中期可以利用这个前期的一个强势的进攻 来通过中间的一个时期 只要他出了大剑之后 他配合Q的输出是不容详斥的 而且他的E本身提供了一个治疗减 就是治疗降低的一个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克制某些强力的奶妈 蝎子上单啊 我觉得蝎子这个英雄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 特别他在团战的时候 如果说对方走位失误的话 他可以像多少刀中的蝙蝠一样把人被拖走 非常具有致命性的一个大招 好这边梦魇是在打野 我们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选手这个早就已经打完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任何现场的画面 而且貌似双方打野的路线都是比较相似的 应该是现在一个主流的先清掉三头狼 再打蓝Buff的一个路线 这样的话可以在一波清掉所有野怪之后 迅速回家出自己想出的装备 然后马上支援线上进行一波干戈 法外狂毒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非常强势 基本上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不是被单身的选招 没错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作为双AD出现 没错没错 打野在哪位置 好上路是蓝博和蝎子 我不知道蓝博对抗蝎子是不是有心得 那么中间对线的是维加和卡牌 这边好像刀哥中路想要支援一下弱蝎 但是没有觉得很好的效果 维加这个英雄在以前基本上会稍微弱势一些 但是他只要给他一段时间成长 其实维加他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个等级 他等级高了他的这个伤害职能提升太多 特别是他的W只要砸众人 对W的伤害非常的高 没错 就是他的一个如果是面对维加不出水淋鞋的话 基本上被他的意控制到就是在所难免的 是爱到非常高的爆发的伤害 好这边看了一下 孟严看了一下没有什么机会 在前期的话想要Gank是需要 在前期Gank是一个需要比较好的兵线 但是上路的话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因为上路一般很少带演出来 而下路一般是有这个辅助来进行一个视野控制 上路这边歇着把兵线压得非常耗兰博这边 可能我要小心一点 下路是小炮和弗雷呼 其实小炮这个英雄他在六级的时候 他有一轮爆发配合群体会非常恐怖 因为群体的控制配合小炮的这个W 还有R2的伤害 是能够对对方造成很高输出的 双方打得非常的小心啊 在前期是基本上Gank都没有成功 这也是算是比较有为我们国内队伍的一种打法 一般国内队伍在前期打的会比较凶悍一些 一般前五分钟会爆发非常多的冲突跟人头 但是在这一场下值10万的战略 赢得是20万出的这10万 主要是也是事关荣誉 看来这场比赛究竟是 以后我们能够天下值半还是 W可以王者居民 居民与他的这个线上回座能力肯定是没有像索拉卡那么 强势 他看这边开冰到了 所以非常有机会这个统计号使用一个闪现 想反杀有一个黄牌丢上 不仅硬上但是他们的这个输出不足 卡牌不太敢靠前 卡牌中了点燃还好还好 这只是一个比较 五级的点燃如果是再高一点 可能这个雪景就加不回来了 要被维加遇到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是 但是其实维加也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 他的这个范围的群音 其实还是蛮长的 但是只有在他的边缘范围内才能做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技巧 而且维加这个英雄特别大 他这样类似水零鞋和 描命杀战里面的一个设置 他本身如果这个控制 不能够很好控制的话 他伤害已经打不出来 这样的自身里面很明显 没错 维加基本上 残战就是先一轮 这一轮如果是能够秒杀对方的 关键的C的话 那就非常恐怖了 是的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 算是法师克星的英雄 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战斗当中 维加他能不能秒卡牌是关键 因为卡牌这个英雄 他也是走法伤 基本上维加秒卡牌 也就是一驻一轮的事情 主要技能权重 就一定能够秒掉 所以对抗维加可以考虑出一个女妖 或者随意伤 好我们看下路 没机会了 直接跳出了一个比较大 比较远的威胁范围 可惜 小炮是这个游戏当中 逃生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区 他不但有W跳跃 而且他还能够用大招击飞 所以团战想要秒小炮的话 是比较难的 嗯 这边刚才中路被 呃 莫克顿stop一波之后 现在明显感觉到比较痛苦 打得很 也是很小心 因为已经是没有闪现了 所以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走位 打了大概有这个时间 我们是估算一下 有个六七分钟 然后双方carry的补刀 呃 微笑的 华外床头是54个 而小炮是42个 这边看起来微笑似乎领先来 看下路 这边的ganker 打他有恐惧了 但是队友并没有跟上 对 好他全了 他落后了 哎呀又打得漂亮 漂亮 这个都是双方 就是个之所长 完全都没有占到对面的便宜 没错 哦 呃 如果刚反映是自己游戏出了点问题 他让裁判解决一下 呃 我们的这个规律是这样 如果游戏出这问题的话 大家就单在卡下 暂时不要动 好 这应该是一个 集体要keep 对 或者是集体的币回家 看一下 接下来情况 才会如何处理 前期我们可以 冲这个机会看一下大家前期的补刀 好像小炮和这个下路的枪匪是差不太多 撑了十来个刀 就是 然后上路水晶先锋是 反而是压了蓝伯十个 感觉这些能力非常强 没错 因为蓝伯这个英雄 本身他非常的害怕某一些 一个是回复能力强的英雄 第二个是 能够对他造成实际伤害的英雄 他进行了一个 能够进行一个非常顺利的大武器 你要知道他每用Q 不是一个兵 就抵给自己后期的一个战口力加强一点 没错 这个是维加的一个特色 维加他的特色之一 就是他的Q可以跌法伤 他的特色之二 就是他的大招 你的法伤越高 我的大招打你越成 所以他想秒这个卡牌的话 非常的容易 只要是卡牌被他进步道 维加这个真的是 许久没有看到过 我是之前在 好 这边晕了 他有没有机会 三连 估计是 应该是伤害算的 绝对可能不够 对 所以没有使得丢技能 这边 高哥的 高哥的这个兽王来了 但是好像是被眼看到了 所以维加可谓悲疼小心 我的时间进程了很长 但是还没有出现过淤血 只能让我们感到存在的焦躁 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到 这个大屏幕的关系 看不到大家的大招和召唤师 是否准备好了 昨天看不到 所以基本上 嗯 在以前的话 以后我们这边想要拿人头 更多的会依靠梦衍的一个大招之源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 如果是梦衍打得顺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一个大招一个人头 就是他最恐怖的一个能力 但是如果不顺的话 后期也会成为团队的一个累赘 因为基本上出进去就会被激活秒掉 已经是出了两个工资装 这闲着之心跟一个黄金之心 这样的话简直在上路会 形成一个非常久的一个赖线的局面 哈哈 他本身这个bub就非常多 还加上龚之装 确实 想出神装吗 应该是一个肉跟叔叔肩并的路线 没错 我们可以过过小地图 看到双方的眼非常高位 这个像得到都是密密麻麻的插上眼 接下来 现在应该是进行到十多分钟了 龙这边会成为一个焦点 一个真眼排真眼非常的成功 说你的牌照 好卡牌开大了 看他自己的视觉状况 漂亮 有机会 中立有机会了吗 有机会 他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跑 在第二张卡牌 漂亮 若峰拿到了医学 这样的话是给星期的一个 比较严重的打击 不过 以后我们这边也是趁势三个人 在下路拿龙 以后开大 冲了我们的索尔卡 受王是承担了很多的伤害 索尔卡卡连大将难起来了 夜魔反而是被秒了 这样这一波打得很成功 情侣开了大大 诶 这个污点 这么猛 得理不饶人啊 这个简直是 哎呀被死掉了 这个一边冲动了冲动了 还是被带走了 但是这条龙的话 以后我们这边是没办法拿了 对对对 因为是把机灵都用完了 这边微笑也是在继续占的便宜 驱逐了一下e-home的队员 因为我们这边刚才一个四打三 居然是被对方打成这样 对 感觉上夜魔冲的目标有在考虑 可能是我认为是夜魔想打 然后其他战队人想打龙 嗯 大家没有继承这个一致 倒是战斗节奏有一点波节 没错 好 这个格拉夫有一个作为位移的e技能 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格拉夫这个爆发非常非常的高 他的Q技能的爆发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他是一个可以说有单线能力的物理输出 平常是可以上单压制很多英雄 但是我觉得这场战斗真的不要看团战 看维加的表现 看维加的表现 他能不能够秒掉人 不过总体来说考虑的话 有一个蓝薄和一个武兽王 会对e-home的阵型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这要看谁先手 我觉得e-home队如果他能用梦眼打开视野 然后维加上去秒掉一个人的话 非常豪打 哇 这个夜魔术也是非常舍得 直接一个大清兵 然后维加服装 好 这个是传下来的一个蝎子 直接要带走抓蝎 好漂亮 这波非常的犀利 好 这样直接可以去拿龙 嗯 四个人在下路 这样可能打w1放弃个小龙 五个人在下轮 放弃个小龙他们去推上他 这样的话一个龙换一个卡 然后加上前期人头差不多 我双方基本开始了一个军事 这个in-home的节奏非常的好 直接是强杀一个人之后 然后拿龙 上路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卡 哦等一等 因为兰国拆塔 拆塔的速度非常的不给力啊 我们看到 很尴尬 自己辛苦点了半天塔 还是没有被点掉 现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法域狂徒的补刀是远远超过了小炮20个 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我们知道大概15个左右的小兵 就会造成一个人头的差距 所以说现在整体来说 大家差不多 这边是 维加的发育比较好 然后另一边 应该说是格拉夫的发育会比较好一些 维加的卡牌差不多吧 差不多 但是好像 维加的等质还是不错的 好 这边很早就买了药水 这个盐也是刚才要了格拉夫一条命的盐 所以是 完全的毫无吝啬的就把它抬掉了 没错 看维加的装备 直接出了一个时光之上 这是大概十三十二三分钟的装备吧 应该是 还是比较顺的 毕竟他这个维加是怕被秒 出一个这个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自己的血量 没有走我们熟知的 比如说明火 然后走帽子这种比较极端的打法 还是一个球纹 维加做一个后期法 其实到后期的话 他肯定是不太怕的 是的 除非对面人手一个水银或者 对没错 然后NFC的这个动向是被也完全的看到了 所以兰博也是分在了小心 我觉得中路的话会比较容易 你只要是维加匡道 然后孟严 GAC中路 是的 下路其实如果跟其力配合到也挺容易 所以其实孟严他的优势在前中期GAC 能够表现出来的 没错 而且可以说是后期限制 团战线的边面视野非常的好用 这款打的有点像欧美风的节奏这么慢 互相的发育 然后凭团战 这样的话我们看下到底是这个新军EHOME 更加犀利一些 还是我们的老牌的这个配合时间比较久的W更加老到一些 敬请期待 关键要看 我觉得双方按这个节奏再打下去 应该是下一条龙的事情 没错 不要看卡牌BUB的这么多兵 但是到后期他还是会被围加秒 在他没有出这个鱼腰或者水瓶之前 是的 他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主要是用Q来进行一个摩取 然后把控制技能交给队友 马上的卡牌用Q什么来补兵是特别特别轻松的 没错 所以即便是他不太敢靠近为家 但是他用Q补兵也是非常快的 现在是一共有122个兵 没错 比为家多 iF的这个眼药水买的非常的合算 于是排掉了三个眼了 马上再排几下感觉就差不多要回本了 非常的小心 想抓他 对 一摩在后面蠢蠢欲动 但是 不给你这个机会 对 没错 肉腾非常小心 吃了一次亏就不想 不会在一个石头上再绊倒一次 在后面用Q补兵刀 然后回家 哎呦 微笑刷了155个兵了 已经 微笑刷的能力好强 整整多小炮有30个 是 也是微笑第一次出现在我们世界的情况的时候 然后就给我们带来特别惊为天人的表现 他的这个 IM上特别给力的发挥 几乎是 完爆了CLG的下落 可以说他的VN和ED就跟我们一样很深刻的印象 把爱黄图卡普兵也非常容易啊 这个救过去基本上这些兵点一下就没了 刀割的装备这一局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前期干客便没有拿到人头 好 好像现在只爆发了两个人头吧 是的 三个三个 三个三个 我们是比较和平的一局 上面打 就像他那边这一次 哎呦这个洛峰 掉了一个闪走了 哎呦但是点燃 还是不错 差一点点 哦索拉卡还是给了洛峰加了一口血 这个真的是 应该是弱密 对洛峰大吼一声 再给我加血 哦 看到了 哇非常的流氓啊 这个打的 这个打的 因为他就够了又抓不死 应该是直接交闪键了 现在在肉起来以后确实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头疼 一方面如果你不打他 他的持续输出会很高 而且还有一个很稳定的控制 一边如果你打他又不好秒掉他 所以中夹波兵这边他们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其实像一般的战斗 这个周末维加配轮 梦言是很好秒人的 好这边一个大招啊 但是接着也是招闪键 好现在双方等于上路互相换了一轮技能 并没有产生一个人头 高哥这一盘有点迷茫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因为一直找到很好的干责机会 这让他打前打人是不是很顺利啊 刀峰一般喜欢这个出了龟壳之后 直接出了小蓝刀 对智慧之默认 不知道龙是不是要刷了 大家都在这四季 可以集结一下 看起来NOC跟 5点的装备 经济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半斤八两 第二条龙的刷新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这边估计这边会爆发一轮比较猛烈的冲突 直接一个眼差了 但是被排掉了 这样的话视野上还是没有 看看卡牌是没大的 所以不好开视野 水晶线风 考虑保留船 直接一个框就走掉了 这样的话 不敢打 他们想让水晶线风推一下上路 对 但是我估计 WE也是不敢打这条龙的 因为 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毕竟应该水晶线风的传送是好的 好 打 蓝给若峰 好 W的边太打了 打了 好 这波看看应该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团战到发 弄火顿的大招应该是好了 赶快点过去 我们要放下 放下 要放下 漂亮 这波龙找回来了 这样的话 大家还是处在一个军事的局面 但是上卡是被PTT给带掉了 这样的话 叶龙需要格外小心 在带上路线的时候 蟹子应该发应的不错 一百五十多个兵 跟小炮差不多 是 然后估计 呃 我们的微笑的无尽样做出来了 应该是 而且蟹子他有两个工具装 不然他回去能够合出什么样的装备 应该是最后还是会把 甜酒卖掉了 但是这个规格是可以出一个蓝盾运照的 还是非常好的物理免疫的道具 好人头现在是2比2 4个人头 再加一个 继续到20分钟 所以说就更要小心了 因为如果一波团战失利 就可能丧失掉大龙的一个争夺 没错 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团战 是的 就塔来说 双方也是一样的吗 两个 下塔这个还有 看不到 还都在 上塔是好像 W6E亏了一个 然后龙狮一人一条 其实真的是差不多 纪念跟等级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DUM上也是差不多 虽然 微造的UC DUM多一些 但是上路的水晶尖光 未必难过多一些 然后又是这个 直接开了一个 卡牌是用了一个什么技能 好像是进化的感觉 像是 就是 因为身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 罩子 好 这边反开弹 反抓要 直接飞了 让兵多个东方的闪现 好 这个心理的大很漂亮 非常优秀 但是 刀子还是 好 蟹子传下来了 水晶尖光吃了非常多的伤害 还都死了 在拉 还在拉 拉到这个晕的边上 但是是天空之主 看能换一下 小炮跳过去 好 这个维加大 没人的刀子 对 吃亏了 吃亏了 这个微笑还在收割 点 可惜 没点死 还在追 还在追 感觉一会 他们这个团阵的时候 打的 每个人的想法 不是特别一致 上的先后顺序 有点落差 所以导致输出 并没有在某一个时间段 最大化 这样的话 W1这边 他们更加集中一些 刚才 这样的话 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W1插的一个塔 是找到了一定的优势 现在的话看 以后我们能如何做出硬性 这根伞机 没有眼气在眼 这个标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转啊 出的 微笑的 人头是三杀 然后211个证 这个经济应该说是好的异常 那些人发起的好 现在我们看不到 那个装备情况 其实这个下方的小面板 是可以看到装备情况的 可以随时切换一下 不知道OB有没有听到 好吧 好 OK 跟我们动作上不太协调 没关系 等一下还会切回来的 因为我觉得 看一下这个 现在装备还是比较重要 是的 好 然后群女开始 卡了一个也要水排野了 这时候开始控制大龙的视野 这个是应该是 在25分钟左右 要开始重点 进行做文章的地方了 又是一个 这是水银系带吧 我觉得 对对对 我就是想知道 他什么时候出了这个公司 我看果然是 水银系带 这个是 施法的时候是跟进化非常的像的 所以 一开始我误认为是进化的 没错 所以说 这个对抗维加 这边Mithair也是有自己的一套 这个新闻 很早就说水银系带 防止被维加秒掉 是的 他认为他现在的伤害已经足够高了 所以他要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应该是很早就先出了水银系带吧 对对对对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的法伤 是 然后先出了水银系带 防止被维加秒掉 我觉得若峰现在成熟了 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冲动的 有的时候会 特别追求极限输出的人 现在开始会 因力质疑 然后见女生请得出一些适合的装备 非常 对我一下 这下维加比较尴尬 他想要 这个若峰基本上是两男 他可以考虑 这个蓝蜗 或者 法外狂扶 这比较好一些 好 PTT是直奔蓝盾了 然后还出了一个腹肌抖 确实是非常的耐打 哦蓝盾出来了 天呐 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高 护甲以及不错的一个魔法抗性的英雄 那边和雷夫也是出了一个水银系带吗 哇 这个太针对了呀 而且他好像出了一个好像是那种叫做 增加热心的 增加热心的 对增加热心的 对增加热心的 狗狗应该是 看你能瞄我 那个 女妖是远远没有水银系带好 在针对维加的时候 对对 女妖是可以错的 水银系带是我主动释放的 对对对 女妖是可以错的 水银系带是我主动释放的 没错 这边 来找机会直接跳一个面 跳红霸 再走了 应该跳这个 哇 哇 还上了一个大招 好 我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支援 要留下 带走 漂亮 这一波 跑不掉啊 螳螂母蜆黄雀在后 虽然是带 带走 要打开场下了 好呀 这波W又转了 漂亮 非常漂亮 刚才我就想那个情侣的大 如果是游战该多好 是的 是的 为了杀一个人 然后把这个都放了 因为对方也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援能力 Max的维加是盖到了一个塔 然后PTV的上楼盖到了二塔 但是E-Home这边是又转了一个人头 所以整体来说 还是E-Home 还是W-E领先一点点 而且这是第三条楼 第三条楼 被W-E拿手 这个毫无悬念的 6-3 关键要看接下来 传维加接下来很尴尬 他应该杀的 只能去杀兰博了 另外两个人很难秒掉 但是兰博这个装备 也是挺挺肉的 毕竟有一个冰杖在手 然后还有一个水银鞋 这个不胖是不够啊 冰杖的倒不胖 没杀多少血 关键是这个水银鞋 对啊 维加它的意识体 好 又传了 这个卡牌的CD 怎么会这么快呢 好 已经晕到了 好 这一套 这一套 天哪 但是还是秒掉 这五人之力 有点英雄起步的感觉 突然觉得 如果这时候队友在旁边的话 这该多好 已经是吃掉了 这次是W-E所有的火力伤害 好 小花在下游戏带来个卡 我们现在似乎以后 我们想要避其锋芒 因为感觉自己正面有点打得过 但是这边也是 各写W-E 去拿大龙做文章 这个 一会我们这个是 你在拿下弹 那我就打大龙 看你怎么办 这个打得非常快 哇 这一口加的非常多 孤立尔在打龙打电 是非常快的 所以这次看 维加这边 能不能刷牌一下 维加的御用 这个打盘有点优势 然后龙 龙的buff好像还没拿掉 还是要打掉的 我和他牌俩冲了一下 他想抢龙吗 要拉拖 但是 他有机会给他抢掉 抢掉 但是 全都死掉了 但是 这个还是不赚的呀 你再次了 被苏泽人起火 哎 这个真的是 刚才龙是抢掉了 龙是抢掉了 是 以后我们拿掉了 但是 W1应该说是利用这个龙逼过你打团 顺便制造了一波 以后我们完全的盘面 你说这个 进去梦演 抢龙 小炮 也算是 对 然后再来一个一个隔点伤了 这样他们直接会有一个被破掉 对我的协同性 他出现了问题 这样的话直接是一路道破 W1这波打的是并天成功 这样的话感觉他们又离这个第一个自己的团队冠近了一步 好 好 成功拆掉 小炮 W1想留人 这个是不现实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序的社会 现在是12.3W这边已经是有些非常让过的 现在是一路团战 感觉一路团战打不过打不容易 对 因为是一个UD加上一个蓝博 是非常好的 能够破坏一路的阵型 而这边能够冲锋陷阵的英雄 甚至其实只有PPV的鞋子 感觉上梦魇的装备不够肉 所以刚才看到了 直接牵 格拉夫 直接牵 格拉夫 4年被5个人直接秒掉 W1想他的作用 对对方的水银 期待大大弱化 他没有办法去秒掉对方关键的星 两个星都是出了水银 没错 所以他只有失去了他这个 这个法是一个强大的一个秒人能力 其实小W1想最强大的就是他秒人能力 对 他的这个单点的爆发 确实是太恐怖了 这一波线收的话 小炮仅仅能得到一个不够的补充 一个W进去 哇这个被动是收的非常的开心 而将对两个ADC来说 小炮这边的装备是远远没有的 哇这个洛峰要单杀准备 但是洛峰下来了 直接是开大助小炮逃跑 洛峰逃跑 哇这个带了 加上一个W就直接带走了 有生意来第一次看到蓝柏的导弹从天空上直接把人砸死的 这个框又没有框到蓝柏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是在塔下来防守这一波 这边看一下装备 然后我们的 卡牌 是王牌冰到了 直接耗掉半血 看刀哥这肉非常肉啊 刀哥 刀哥这个护甲撑的野高 然后磨炮撑的野高 雪亮撑的野高 出了很多的散箭来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 维山这边都不敢秒屋地 他就顺着就没有办法去出手 是的 而且IF居然是做出了巨团盛盾 这简直是让队伍更加的肉了 这一波感觉上最后它会被消耗到不少的血 而且三路兵线来说 WE中路是一定有优势的 上路的话至少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中路的位置 所以整体来说他们可以放心的在这边进行一个消耗 那找机会能不能够做掉以后的几个人 这样顺利可以再破一个塔 然后 他们在等兵线 是的 好 又一大招 这个CD真的非常短 直接是把维加的闪线逼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刀哥一无反顾的就向维加冲了上去 天呐 刀哥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然后后排的叶叶塔强势出出 卡牌之下一个黄牌 哎呀 这个真的打得非常的一气呵成 又是干掉了维加 看到平地 还是回来先连塔 好 又是占了一轮便宜 然后上路兵线也是W游戏 这样的话感觉上这一排银后面有点难了 但是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再加油 直接要强打卡吗 利用英雄分平均的承担杀 然后这边弱风出现了 哎呀终于啊 这个一时都成千个混 弱风终于也是还了自己 第一次送上帝子第一个人头 应该是我家终于是得到了一心冒犯的机会 敢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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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人多势众啊 是呀 看一下NOC的装备 诺克顿的装备是 确实肉装不够成型啊 还没有做出狂乎 这样真的是不是很耐达 W1他们也是在美国训练的针对维加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幸的 基本上这一盘是 实际的限制住了维加的秒人能力 而且他们的下路 关键他们下路微笑的心 打的这个BUM上来说 要比小炮多很多 装备是快的多的多 所以两个C的输出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跟你来说 现在团战根本一会很难打 没错 而且我们看弱风的装备 也是不知不觉非常的好了 这个腰货加上帽子 卡牌现在是一个 有几乎是一套技能可以免得小炮 大概四分之三血的能力 而优地的刀 对刀哥出了一个冰锤 这个是四个羊肉进行到底 同时作为一个突入对方队伍的尖刀 几乎是可以限制对面任何一个核心 第四个龙 现在是兵线上来说 WE还是占据的非常大的优势 这样的话对于整体来说控制视野 他们是占了太大的便宜了 感觉E-Home的队员现在在飞线的时候有点提心吊胆 毕竟卡牌这个全空船实在是太致命了 我记得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Missa的卡牌一直被ban了 这一次终于让他用到了 果然是不复所望 也不要给高手解击他绝招的机会 一旦你解击他就会让你明白 是 再次还带一个眼 现在的话我们看E-Home的上路的视野 几乎是全黑了 只有在下路还能维持一个不错的视野 如果以后我们打得稳一点 他们可能考虑推了二坦之后 然后等下一个Baron 或者说是等Baron 我不知道Baron的刷新时间还有多久 可能不是很远了 应该不是差很远了 因为毕竟这一路 他们的中路兵线 中路兵已经是复活了 高哥现在毫无畏惧啊 简直就是 又排到一个眼 哎呦这个 这样就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看到有个弱 弱峰是不停的在用Q消耗了 一个大招 想先手但是维加这个E很漂亮 浪费了一个大的 但是无伤大雅 对于WZ的来说只是一个大而已 不过 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 再次对男爵做文章想要 看到IS的记录刷新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 哦 蓝头开始卖了 要破这个卡 因为二卡很容易破掉 非常容易 卡牌这个英特它虽然是一个法师 但是它的这个附加的对塔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出了腰迫 对对 然后我们看这个 微笑的装备是红杀无尽 哎呦 天呐 刷了 他们现在只有四个人 然后 还有一个人在路上 觉得来不及啊 来不及 好 太大 给师爷 打架 这边过来跟他们打一道 你看他们人物极限 可不大 大放得非常漂亮 但是 装备它有点差距 刀哥又是一个人把维加驱赶得非常的远 人家一点输入机会都没有 一个闪现得强 直接秒维加 哎 弱风被秒了 好 这一次就要卡牌杀了 这个卡牌很漂亮 但是感觉上我们还是 装备还是有差距 还是有差距 二 现在还剩下一个 一个人一个两个人 老师这一部团队 他们已经打得非常的出色 但是还是推了一个人 刚才弱风是少一个Q 不然的话他可以把维加直接秒杀 至少这一次W的Berry是打不成了 佐拉卡存活 这样的话他的400还是没有掉 所以反而F应该很开心啊 这个400真的是物超所值了已经 维加居然是杀人输 这个 有带伤趣吧 还出了一个药光 这是要出什么呢 药光 我能想到也只有邀惑了 这是要追求更高的伤害吗 Q一下 然后A一下 好像这个美术欧福他们的这种 维加都喜欢出明火出货 都放弃这个装备 但是我觉得明火出货 还是有它们好处的 是的 特别是打不倒肉的一种情况下 对 不过这个东西应该说是 是非常的吃经济跟脱节奏的科奥局 也就是说如果你出了这个的话 其实你的整体的一个属性是非常差的 如果打的不顺的话 这会变成一个累赘 效果会非常的差 看两个方面打的钱 这边微笑打了一万四 然后PDD和小炮打了一万二 整体来说装备确实还是WE 经济还是WE领先很多 关键他们的这个ADC 两个ADC的输出差的有点远 没错 而且是中期的一段时间 小炮本身中期就比较华丽 对 而且还被牵制了 刀割的存在 真的是对任何 不管是APC还是ADC 都是一个噩梦 顾点就是义无反复冲过去 你杀我呀维加你杀我呀 要的就是你杀我 没错 然后给后盘输出 再次人员集齐 看会不会再次对大龙做一波文章 人头是37分钟 人头是18比7 WE领先11个 然后兵线始终是牢牢控制在河道以外 这样的话视野上还是有优势的 WE这边无论他们是打龙还是推进 他们会保证的一点 就是其他两个路之前都非常好 这个是一个职业战队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细节 对就是说你在龙这边 或者在推塔的时候跟别人消耗 如果你的兵线有优势 就会占到很大的便宜 但是如果你兵线是在自己卡前 就会被小兵白白的蹭掉很多的血 非常的吃灰 人家是被Q寡了一下 好 一到二拦博 完全没欲望 没什么视野不敢过去 天呐这场比赛若峰跟 呃我们的微笑刷的是风生水起 两个人都刷了280多个兵 但是小炮这边也是不慌多让 直接是超过了全场最高300多个 小炮这个装备 到后期的话 看他团战的输出吧 这块装备已经非常好了 确实非常的优秀了 红叉无尽穿甲弓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出装 这边我们看一下卡牌是有大的 有没有机会抢新手 还是没有继续对龙做文章 这个Baron已经是被他们跪吃了很久了 但是一直没机会拿掉 还是不难找 是 最好的情况是抓到一个人拿 我们看到下路的兵线有点不好 对E-Home 所以PTT是应该是有传送了 感觉是去一下兵线 这边W打得非常的果断 洛峰在这边好像是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因为他刚才被秒了几次一点害怕了 以后我们这边也是有所察觉 只能过去强行的进攻 一个大空的三岸 但是郎柏这个带衣很漂亮 洛峰在这边的捕捷了后方 直接是看到了琴女 然后小炮这个位置非常的悲惧 然后Max也被做掉了 哎呀 这一波打得又是感觉上 被对方打乱了 确实PV来的也是有点晚 这波直接是三个人 哎呀 零换三啊 哦 零换四 团灭了 哎呀 这个感觉上 应该是一波高低的节奏了 确实 那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了 这边我们就恭喜一下WE吧 算是获得他们 舰队以来第一个国内大赛的冠军 也是成功的军营天下 好的 恭喜WE 最终获得了英雄联盟城市英雄争霸下的冠军 请记 好的 非常感谢两个师对我呈现的精彩的比赛 那接下来呢到我们的颁奖的环节了 好 那么首先要请出我们所有的获奖的选手 首先要请出的是 英雄联盟首届城市英雄争霸赛的季军 IG战队有请 有请IG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 有请IG战队站在舞台的左侧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亚军E-Home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 有请 好 现在E-Home战队还是在阵队比赛 大家还是在讨论一些细节 其实每一次比赛之后呢 他们都已经习惯这样 马上看一下视频进行一个队的讨论 也希望在下次的比赛呢 可以有更好的成绩 好的 那我们稍微等待他们一下 他们大概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 一些装备 好 那么同时也有请我们的冠军 W1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 来 谢谢 有请我们的战队 有请E-Home战队和W1战队来到我们的舞台 谢谢 谢谢 好 请W1战队站在舞台的中间 E-Home战队站在舞台的右侧 谢谢 接下来我马上进行的是颁奖 是 好的 接下来要请出的是 腾讯游戏资深品牌 金奕波先生上台 为我们的获奖选手 颁奖 尤其我们的颁奖嘉宾 首先我们颁奖的 G1战队的ID战队往前移步走 接受我们的荣誉 谢谢 好的 谢谢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非常的棒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分出的是亚军 亚军E-Home战队上前移步走 谢谢 也请我们的金奕波先生 为他们颁奖 假天会获得的是 十万元的现金 那么冠军队伍 W1战队请向前一步走 接受你们的荣誉 也请金奕波先生为他们颁奖 好 既然是你的奖杯随手上前来 对 就是你的奖杯 好 现在呢 请所有的选手和嘉宾一起合一留念 来 请所有的选手集中一点 一起合一留念 大家提醒自己的奖牌 如果这一颗的荣誉 属于命能到 我自己去准备一下吧 也请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 也有为他们留下一难忘的瞬间 现在大家都 喝喝拢嘴啊 照上姿势要百万元 好 谢谢 谢谢所有的美女朋友 谢谢我们的嘉宾 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选手 感谢你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请台下之后做继续管理 谢谢 再次祝福他们 好 谢谢 那么现在L1的环节结束之后呢 下一个的环节更加精彩 所以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舞台 那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那么紧张激动的这样一场战斗 接下去呢我们要继续呢 有一些游戏 好 谢谢 谢谢大家